10月31號是夕陽萬聖節 汐止一家幼兒園27號當天就帶著小朋友們上街搗蛋要糖吃 其中一站就來到了光臨夏有限電視公司 打扮奇特的幼兒園小朋友玩其不給糖就搗蛋的遊戲 現場是充滿歡樂的小蛇 早上9點多一群小朋友其裝衣服是出現在大同路上 每年的萬聖節汐止街頭總是會出現一群可愛的小朋友 在這一天他們變身為海盜 蜘蛛人 南瓜等可愛造型四處要糖吃 而這一站就是來到了光臨夏有限電視公司門市 由總經理周鴻君出馬接待 當天為了應景也不要太過遜色 臨時也找了特黑的墨鏡來戴上和孩子們打成一片 而小朋友也禮尚往來唱歌又跳舞 讓人感受歡樂氣氛 萬聖節除了歡樂氣氛重頭戲就是不給糖就搗蛋 不過在這一天他們是造反遊禮 幸好光臨夏也準備好了一大袋的餅乾還有小禮物 接著總經理也開始發讓孩子們開心極了 因為萬聖節大觀評 萬聖節快樂 因為萬聖節可以要很多餅乾 那今天有沒有拿到很多餅乾 OK 那你今天什麼打扮 五四 誰幫你打扮的 阿嬤 那你喜歡嗎 喜歡 今天看到一群小朋友熱熱鬧的跑到門市這邊來呢 我才知道說 對 萬聖節快到了 那這個萬聖節這樣的一個活動呢 小朋友其實是都非常期待 我看到他們都裝扮得非常的特別 各種卡通人物都出現了 那小朋友也是滿心的期待到門市 不給糖就搗蛋 那我們也準備了一些糖果還有禮物給這群小朋友 仔細看孩子們的造型真的很多變 當然家長也花了不少心思 有小女生是裝扮成巫婆 不過搭配上天真活潑的臉蛋就是可愛多一點 而在這一天 每位小朋友都準備了裝糖果的籃子或是南瓜袋 一趟路走來收穫不少 過了一個快樂的夕陽萬聖節 這場慧琳系直採訪報導 好 囉 谢谢大家